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乌兹培克斯坦人认为布哈拉是阿凡提的故乡 很多网友就可能纳闷了 阿凡提不是在我们中国的新疆 甚至在咱们新疆 在吐鲁方和喀什都有阿凡提的身影 从小我们看动画片 阿凡提利用他的出名才子 去跟恶势力做斗争 在我们根深蒂固的脑海中 阿凡提好像就是我们新疆的 但是这位阿凡提是一位神奇的人 不仅在咱们新疆 不仅在乌兹培克斯坦 甚至于在阿塞拜疆的巴库都有阿凡提的身影 土耳其更厉害 土耳其人说阿凡提出生于阿克谢海尔城 甚至于在那边还有一个阿凡提的墓 那究竟阿凡提是出生于哪呢 今天就是我来到这个布哈拉的广场 看到这个阿凡提的雕像 这里有非常非常多人要跟这个阿凡提合影 可见阿凡提可能是就是在中亚中东这一地区 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是活在12世纪的人 人们可能都非常喜欢他的出名才子 特别是他利用他的出名才子去帮助更弱小的人 所以人们都非常喜欢他 至于阿凡提到底是哪里人呢 这也无从考证 我猜想他可能出生在咱们新疆 然后他也热爱旅行 然后一路走一路走 因为他在咱们新疆是一个中年大叔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在布哈拉是一个年长的老年的形象 所以他可能就是出生于咱们新疆 然后中年开始中年之后呢 就是四十来岁之后开始旅行 然后旅行了经过了乌兹别克斯坦 经过了就是阿塞拜加巴库 然后又到了土耳其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不然的话我也无从考证 因为所有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形象 现在这边的人就非常喜欢跟阿凡提合影 甚至于才骑到他的毛驴上面 在咱们新疆阿凡提的形象 他是一个稻骑毛驴 但是呢在这里呢他是顺着骑毛驴 再看一下阿凡提的脸 阿凡提的脸呢 他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老年大叔的一个形象 跟咱们新疆完全不一样啊 这么多人要跟阿凡提合影 咱们也跟阿凡提合影一个 咱们牵着他的毛驴 阿凡提的热度好高 真的咱们这边一会儿 一个接一个要跟阿凡提合影 今天啊去问了一下当地的学生 就是他们都不肯相信 就是世界其他地方 甚至中国还有阿凡提 然后他就跟我说 可能阿凡提全世界人都喜欢吧 在阿凡提的铜像旁边 这边就有个湖 湖旁边有一些餐厅 可以坐着喝一些东西 非常的悠闲 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现在找了一个湖边的咖啡 咖啡馆坐下来 在布哈拉网儿 你这个节奏真的不要那么快 所有的景点啊 就是在你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 而且你一口气都可以灌完 其实最关键的是 你能够沉浸在这个古城当中 去慢慢的去感受去品味 其实我们来讲 对他们的历史也好 对他们的宗教文化也好 其实我们知道的东西 都非常的非常的少 而且呢就是中亚这几个国家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神秘的 乌兹别克斯坦呢 是在2020年的时候 开始对我们免签 那哈萨克斯坦呢 是在2022年的时候 开始对我们免签 所以渐渐的就是 我们能够了解到 就渐渐的我们能够了解到 他们这个国家 特别呢就是像布哈拉这种古城啊 真的待的非常的舒服 除了就是 你们千万不要七八九月份过来 他们的温度非常的高 会达到40到50度 我建议大家冬天过来 冬天他们这边晒太阳 还是挺舒服的 那包括五六月份的时候呢 天气也不是很热 就是中午的时候晒一点 到了晚上这个时候是7点的 就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 好这里传说曾经是阿凡提的故乡 不知道这传说是不是真的 也不知道这个阿凡提这个人 朴朔迷离 总之呢 也许可能阿凡提在这里 是留下他的足迹的 而在我感觉阿乌兹皮克斯坦的人啊 是非常热情非常友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啊 他们都会帮你指路 然后都会问你从哪里来的 然后都非常开心的去接待你 去招待你 就这种感觉都非常的好 像塔什干萨马尔哈 没有那么多外国游客 但是在布哈拉 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非常非常多 外国的游客 你除了去了解这边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一些历史之外呢 你甚至还可以跟很多外国人进行交流 从他们眼里看这个布哈拉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出来旅行的人嘛 都是其实内心都是非常开心的 都是很愿意跟别人去交流的 其实今天啊 遇到了两个女学生 一个是中学生 一个是大学生 他们都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健谈 他们是非常想从咱们中国人这边 了解到我们是怎么看待他们国家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大胆一点 心态放开一点 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旅行体验